这期继续讲职员第155篇,那女的就是中午来找你那女的吧,看到了没有,带了三个男的过来,还是领导呢,你信吗?就你傻里傻气的,人家说什么你就信什么,早晚把自个害死,没看到那帮人天天都有人在盯着吗?这几人,说不定跟他们就是一伙的,来试探的。 旁边的女子看了看一旁的男子,埋怨着对方,以后别再当出头鸟了,别人都不闹,你瞎闹个什么?想把咱这个家毁了呀你,幸好孩子独出一寄宿去了,不然我真怕你早晚招惹点货时出来。 我看那女人说话轻声细语的,人也很客气,不像是跟那帮王八蛋一伙的呀。 男子不甘心地说着,咱们躲在这里也不是一回事,要不出去吧,问问咋回事?你还出去什么?不怕死是不是,万一人家是找麻烦的呢? 我告诉你,租的那房子,咱们也都不能住了,明天就搬家了。女子瞪着丈夫,脑道,都是你这大嘴巴惹的货。 不是我要大嘴巴,是那帮星号星号星号太过分了,老子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再说,活得这么憋屈,又有什么意思?男子压着嗓门,恼火地说着。 两人一边观察着陈兴几人的动静,一边嘀咕着,而站在院子门口外的陈兴和顾盼男几人,左右张望着,顾盼男已经又打了两个电话,结果还是没人接,眼里满是失望。 是对方真有事,还是他被忽悠了?陈书记,要,要不,顾盼男不好意思地看着陈兴,吞吞吐吐了一下,才道,要不咱们等一会儿吧,说不定他们待会回来了呢? 也好,那就等一会儿吧。陈兴笑着点头,不想打击顾盼男,笑道,反正来都来了,也不差多等一会。 几人在原地等了起来,顾盼男却是知道他中午过来时,找人问拆迁户的事,却是被有心人看在眼里。 晚上顾盼男又带了人过来,已经有人去报信。 几人,还没站几分钟时,五六个小混混拿着棍棒,气势汹汹地走了过来。 有人朝陈兴几人指了指,为首的一名小混混,当时骂了声,星号星号星号,活得不耐烦了。 给我打,只要别打死了,打残废了也不打紧。 陈兴几人还没反应过来时,就见那帮小混混拎着家伙冲了过来,挥起铁棍见人就打。 顾盼男就站在最外边,手当其冲,手臂被砸了一下,失声尖叫,陈兴眼疾手快,赶紧将顾盼男给拉了过来。 黄江华在一旁吓了一跳,怒吓了一声,你们干什么? 黄江华话喊一出来就已经被淹没在喝骂声中,根本没人理会,看到有人冲着陈兴去时,黄江华也顾不得喊了, 飞身挡到陈兴跟前,关键时刻,当下属的,也只能替领导挨铁棍了。 黄勇撂倒一个人,夺下对方手中的铁棍,手中有家伙的他,显然是勇猛了许多。 挥着铁棍挡在陈兴身前,其他人受点伤没关系。 这种时候,黎勇脑袋里也就只剩下一个想法了,谁受伤也不能让陈兴受伤,领导的身体金贵着。 总共六个小混混,这要是在平时,已经被黎勇放倒了一个,剩下五个。 在手中也拿着铁棍的情况下,黎勇还真半点不触,虽然自个儿免不了受伤,但这种混战,其实对人多的一方是最不利的。 此刻要顾及着陈兴,黎勇也是丝毫放不开手脚,不敢真正冲出去。 小李,不用管我。 陈兴沉着脸,说了一声。 书记,可是,黎勇犹豫着,不过现实并没有给他太多的考虑实践。 这些个小混混的想法就是打人,黎勇一人疲于应付,而边上的黄江华,基本上是躲闪的份。 反而比陈兴还不如,陈兴大学四年毕竟还参加过武术协会,虽然学的是三脚猫的花把式,但应付一两个小混混却是没问题。 对面的小巷子里,躲着的中年男子和妻子看着眼前这一幕,也都有些目瞪口袋。 男子转头看着妻子,你刚才还说他们是一伙的,这明显不是吗? 女子这会也不说话了,那些个小混混都是在这一带经常出没的。 之前警告他们的人,就有包括这些,女子一眼就能认出来,此刻见到这种情形,她也知道自个刚才说的并不对。 这几人不会真的是室里的领导吧?男子神色惊疑不定,他也是属于胆子大又有点神经大条的那种,要不然也不会其他人都怕得要死的时候。 他中午听到顾盼男是室里来了解拆迁补偿情况的时候,就哗啦啦地跟顾盼男讲了,也没有真正去仔细想顾盼男是否真的是室里派来的。 而且就算是的话,他们这些拆迁户,其实都知道那新城集团跟室里是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一起在盘剥他们,怎么又会找人来了解情况? 男子没想那么多,此刻看到眼前的情况,男子几乎是在迟一片刻后,看到地上的砖头,直接捡了起来,转头冲着妻子喊了一声在原地待着,然后就冲了出去。 唯,女子看着丈夫冲了出去,气得跺了跺脚,暗骂了一声魂求,别人都唯恐避之不及,就你一个傻子冲出去。 男子持着砖头从后面偷袭了一个,啪的一声,冲着对方后背就拍了下去,一点也不留手,后脑勺他不敢拍,砸后背那是一点都不顾忌。 原本就只有六个小混混,被李勇放倒了一个,这回又被男子偷袭了一个,此刻就剩下四个。 陈兴这边加上突然冒出来的男子也有四人,形势仿若是突然间逆转了过来。 几个小混混有点猛,李勇趁机又放倒了一个,其他人见状才收敛了一点,往后退了几步,没敢再上来。 卢尾,是你这个王八蛋,你压得想死是不是? 尾首一个小混混看到男子时,怒骂道,有本事,你来咬我啊。 叫卢尾的男子仰着头,嘴上一点示弱,老子早就看你们这帮星号星号星号不爽了。 好,好,你等着,有本事你就别跑。 尾首的小混混瞪着卢尾,而后看向陈兴几人,冷笑着,听说你们是来打听拆迁户的事吗? 你们的胆子倒是大得很。 还有卢尾,你个王八蛋,这几人是来找你的吧?这次你死定了。 尾首的小混混又转头看向卢尾。 小黄,打电话给长盛军,让他带人过来。 陈兴阴沉着脸。 我马上打。 黄江华回过神来,赶紧拿出手机。 哟,还敢叫人是吗? 尾首的小混混历声笑着,也不打听这一代谁是老大,跟老子比人多,活腻了你们。 妹子,你说晚上带市里的领导过来,这几人到底是不是? 卢尾看着顾盼南。 是。 顾盼南点着头,柳梅轻簇着,刚才他被打到,这会愣是强忍着梅叫出声,看向卢尾,你刚才上哪去了?怎么打你电话没人接? 这,这个,卢尾挠了挠头,不好意思说自己躲到对面去了。 一回头看到,站在最前面那叫李薇的混混头子,当时叫嚷道,姓李的,你闯了大祸了。 这几个是市里的领导,你竟敢带人打市里的领导?就这几个小龟孙子,还是领导呢?他们要是是领导,老子还中央领导呢?虎谁呢? 李薇不屑地笑笑,他在等着人手过来,这一带是他们常活动的地盘,随便几个电话都能喊一帮人过来。 卢尾神色微正,眼巴巴地看着顾盼南,他中午就一厢情愿地相信顾盼南的话了。 眼下仔细看看陈兴几人,一个比一个年轻,看起来还没一个比他年纪大的。 卢尾印象当中,领导应该都是上了年纪的人,这会认真看陈兴几人,卢尾也有点发傻了。 就这几人会是是领导?妹子,你不会是骗我的吧? 卢尾苦笑着,看着顾盼南。 卢哥,我真没骗你,你想想,我骗你又没啥好处,骗你干嘛? 顾盼南无奈地解释着,也是啊。 卢尾寻思了一下,对方说的也有道理啊,人家没骗他的理由来着。 想了想,卢尾觉得自己那不大的脑袋实在是不够用了,本就是神经大条的他。 这会也分不清真假来了,看到对面的李威一脸阴狠地盯着他时,卢尾眉头一跳,心想着这里不能再住了,指不定晚上就得连夜搬走了。 陈兴不知道,长盛军什么时候会带人过来,这会几人站着,陈兴知道,顾盼南刚才被打到,这会看对方不是皱起的眉头,就知道应该是强忍着,朝对面的几个小混混看了一眼。 陈兴生怕对方等下先叫人过来,所谓好汉不吃眼前亏,陈兴知道他一个堂堂的市委书记。 人家这些小混混要是不认得你是谁,也不信你的身份,打起来照样不手软。 朝黄江华招了招手,陈兴轻声道,你护着小顾,咱们先走。 陈书记,长局长说他马上带人过来。 黄江华疑惑地看着陈兴,长盛军都要来了,这会还走什么? 长盛军不知道什么时候过来,这些小混混就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人,等下他们的人手先到了,咱们要留在这里挨打不成。 陈兴摇了摇头,道,趁现在能走先走。 陈兴没说出自己的另一个顾虑,就长盛军目前在市局的情况。 陈兴还真不敢确定对方短时间内能否调集人手过来,出来乍到的长盛军。 陈兴说得还真是,这帮地痞流氓,不认得你是领导啥的, 也不见得就会相信,那铁棍砸下来是一点不手软啊。 李勇也听到了陈兴的话,忙道,书记,你们几个先走,我冲出去吓唬他们一下,后面跟上。 那行,你自个小心。 陈兴轻点着头,他对李勇还是比较放心的,毕竟是从武警部队出来的,远比他们靠谱得多。 陈兴刚说完,李勇已经冲了出去,虚张声势的他拎着铁棍一顿乱舞,黄江华健庄,忙扶着顾盼男往来的路上走。 罗伟还没反应过来时,陈兴一眼也扫到了他,将对方给一块拉上,听顾盼男刚才的话,知道对方就是那拆迁户。 难得碰到一个敢说还敢站出来的,陈兴自示要将对方一块拉上,等一下还想向对方了解情况。 喂喂,我们这是跑哪去? 罗伟被陈兴拉着,急到,他媳妇还躲在对面巷子呢? 先离开这儿再说。 陈兴转头同对方说了一句,你们不是市里的领导吗?还怕几个小混混? 罗伟发愣着,难道是假的?不是假的,不过这些小混混可不见得会认市里的领导,待在这里不安全。 陈兴边跑边笑着,心里觉得有些滑稽,他一个望山市第一把手,市委书记,竟然还顾忌几个小混混,落荒而逃,这就是讽刺,如此治安,让老百姓如何安居。 罗伟大脑有点转不过弯来,真要是是领导,还跑什么呀? 心里想归想,罗伟还是下意识地跟着陈兴,怕媳妇躲在巷子里,也不会有啥事,等下再给媳妇打个电话就是。 陈兴往后回头看着,看到李勇还没跟上来,眉头微皱一下,不过也顾不得多想。 几人很快跑到刚才停车的地方,让顾盼南先上了车,陈兴转头对黄江华道,小黄,你去开车,先把车子启动起来。 黄江华得了吩咐,点了点头,立刻转身上车,车子的钥匙,他也有一只。 这位兄弟怎么称呼? 陈兴看着卢伟,卢伟看样子没比他大多少。 我姓卢,叫我老卢就行。 卢伟说道,看着陈兴的车子,再次怀疑地问着,你们到底是不是市里的领导? 是,你放心,没骗你。 陈兴笑了笑,晚上的事,你也不用担心,我保你没事。 卢伟将信将疑地看着对方,就这个看着比自个年纪还小的人,说话能信。 说着话,陈兴抬头看到李勇已经跑过来时,赶忙叫卢伟也上车。 这时候,黄江华将车子调好头,李勇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后面那几个小混混猛追着。 黄江华坐在驾驶座上,立起身子帮李勇打开着车门,嘴里喊着,小李,快。 李勇跑到车前,临上车前,也没忘了将那还拿在手上的铁棍狠狠地朝追来的人扔了过去。 上车关门,动作再利索不过,嘴里还喘着大气。 小李,没事吧。 陈兴坐在后座上,关切地看了李勇一眼。 没事,这帮星号星号星号混混想放倒我,回去多练几年还差不多。 李勇笑道,说话还喘着大气。 没事就好。 陈兴点了点头。 书记,咱们开车走了,是不是得再跟长局打个电话? 黄江华问着陈兴,嗯,打一个吧。 陈兴点头道。 车子往前行驶了一段,陈兴回头看了一眼,那些个小混混并没有再追上来。 依稀可以看到正冲着他们的车子叫骂着,只不过他们在车里并没有看到。 小顾,你的伤怎么样? 陈兴突然想起顾盼南才是真正受伤来着。 没事,应该只是皮外伤。 顾盼南摇头笑道。 陈兴闻言,这才放心地点头,看向鲁尾,问道。 老鲁,听小顾说你之前是住在江滨区的拆迁户。 不错,我是江滨区的拆迁户,中午这妹子来找我,说是市里要了解拆迁补偿协议的情况。 我这鸡里呱啦就讲了。 鲁尾说着话看向顾盼南,苦笑道,妹子,你要是骗我,那我这次可就糟糕了。 那帮星号星号星号还不知道会怎样找我麻烦呢?晚上我都想直接搬家了。 老鲁,你放心,没人敢找你的麻烦。 陈兴脸色难看,陈生道,谁敢找你麻烦,我找他麻烦。 鲁尾惊讶地看了陈兴一眼,心说这小年轻看着年纪不大,口气倒是不小,说他们自个世事领导,鲁尾此刻心里也不敢真信了,但事情闹到这个地步了。 鲁尾也是苦笑不已,他这也是没有回头路了,把李威那帮人得罪了。 然后对方又知道他对外跟人讲拆迁的事,日后他会有好果子吃才怪。 这就是头脑发热的结果,鲁尾无奈地摇着头。 老鲁,能不能讲讲你们当初拆迁补偿的事? 陈兴看着鲁尾,现在都这样了,也没啥不好讲的。 鲁尾苦笑一下,言语中对顾叛男还是有些抱怨。 妹子,你说是市里领导要过问这事,我真信你了,还指望着市里的领导能给我们这些拆迁户做主呢? 鲁哥,你怎么就认为他不是市里的领导? 顾叛男笑了起来,他可是最大的领导。 算了,现在甭管是不是真的,我老鲁是真被妹子你晃悠得厉害哦。 鲁尾摇头笑着,说起了拆迁的事,当时要拆迁的时候,市里和新城集团给出的补偿协议,我们就不满意,有很多人不签字。 那帮星号星号星号就一家家去做工作,说是做工作吧,其实是威胁,有些害怕的人,就先把协议签了。 其他人一看,很多也不敢当刺头,就跟着签了,当时我倒是不想签来着,但因为有前车之鉴,之前先有一户不签的,晚上回来时被人拦住打了一顿,还说再不签字的话,下次就更狠,直接让他住医院去,然后他们报警了,结果警察不管。 大家一看这情况,就知道这是政府和那新城集团狼狈为奸了,我媳妇怕事,一直让我签了。 我这想着还有小孩,也担心会出点啥事,最后也签了。 鲁尾说着以前的事,当时我们那些拆迁户,其实大都是因为这个原因签字的,但搬走之后,很多人又不甘心那,房子和地皮是父辈留下来的财产,凭什么就这样贱卖了呀? 很多人事后不甘心,又想着,当时大家都个顾着自己的小家,一盘散沙,也没联合起来,于是就有人挑了头了,组织大家联合起来,说是团结力量大,大家组织起来了,就不怕他们还敢乱来,市里抗议不行,就到省里去,然后几次去市里反对,结果没用。 最后,大伙也怒了,很多人都同意到省里去,就不信到省里还没人管。 那天,自发同意放下手头工作去省里的,就有一两百号人,大家各自坐车去,路费自出,去省政府大门口坐了一两小时。 卢伟继续说着,事先大家也都约好,去了省里,绝不主动闹事,就坐在门口,也不乱来,只为了让省里的领导关注我们的事。 哎,哪知道省里的领导没见着,公安倒是来了一大批,再加上从望山赶来的领导和公安局的人,把我们都撵回去了。 回来之后,我们本以为这样到省里闹一闹,市里应该会害怕了,哪知道是事情更糟糕了。 很多人租住的地方,无缘无故被那帮星号星号星号混混上门打砸,有的连人都被打了,其中一个被打残了,现在还住在医院呢,另一个反抗得比较凶的,直接被扔劳教所去了。 事情这么一整,很多人就真的是怕了,觉得大家联合起来也没用,最后还是落得这个下场。 于是连当初几个带头组织比较活跃的人也都消停了,个子都有加油口的,大家都怕出点啥事,现在真是没人敢再出来说什么了。 而且,也有人上门警告,要是有人了解拆迁的事,谁也不准乱说,谁要是乱说? 嘿,他们也不说什么后果,就拿那一个躺在医院里的和进劳教所的人来举例,说是会比那还惨。 你说这样,谁敢再冒出头? 陈兴静静地听着芦苇所说,总算是明白之前走访的那两户人家,为何听到他们是来了解拆迁的事之后,都直接请他们离开。 第一户人家,那老人的儿子更是情绪激动,让他们走人,别害他们。 陈兴此时的脸色如同那阴沉的夜色,没说什么的他,心情其实并没有表面上这般平静。 之前早就猜测这些跟销声匿迹一样的拆迁户受人威胁,现在不过是得到了验证,但亲耳听了之后,陈兴心里的怒火一下一下地往上窜着。 你敢站出来说,倒是难为你有这胆量了。 陈兴转头看向芦苇,目光柔和了许多。 我也不是傻胆量,说难听点,就是脑袋缺根弦。 这妹子一说,是李领导要了解这事。 帮我们这些拆迁户做主。 你瞧,我这脑子一热就说了,现在可是肠子都悔清了。 芦苇摇头笑着,神色颇有些自嘲。 不用后悔,我说宝你没事就没事。 陈兴笑着拍了拍对方,也就是对芦苇才有些笑容,此时的他,即使目光森寒。 车子已经驶离了刚才那城乡结合部的村子好远,陈兴的电话响了起来,长盛军打来的,询问着陈兴现在在哪里。 陈兴转头看着窗外,示意黄江华靠路边停车,大晚上,又对望山道路还不是很熟悉的他。 这会也不清楚这是哪里,转头看向顾盼南,小顾,这是哪里? 这在棋盘路。 顾盼南回答道,陈兴轻应了一声,给了长盛军答复,挂断电话,神色再次阴沉起来。 车子静静地等在马路边,黄江华这时候才有空揉着发痛的胳膊,他刚才也遭殃了。 只不过陈兴没注意,黄江华一个大老爷们倒也不好意思喊疼来着,没见人家顾盼南一个女人都没吭声来着。 书记,我发觉跟您在一块,还真挺容易碰到危险。 黄江华转头看着陈兴,半开着玩笑,以后您私底下出行,还真得加强保护措施才行。 晚上这种情况是特例,这要是天天出来都碰到危险还得了。 陈兴笑了笑,我记得之前在南州,好像也有这么一次。 黄江华笑道,他跟在陈兴身旁是发现了,陈兴很喜欢私底下出来走访,这就容易出事了。 走到下面,谁会认得你是领导干部? 你说了,人家就愿意信。 你真是领导。 卢伟插了一句话,听到黄江华叫陈兴书记,那神态也自然地狠,卢伟再次胡疑起来了。 难道这小年轻真是是领导? 卢哥,我都跟你说,他不只是市里的领导,还是最大的那一个。 顾盼南笑道,最大的一个。 那是市长。 卢伟睁圆了一双眼睛,不对啊,我记得以前远远见到过那个市长来着, 当时还是听人说才知道,起码都五十岁以上了呀。 他不是市长。 顾盼南笑了笑,瞥了陈兴一眼,也不知道当说不当说,看了陈兴的脸色之后,才又笑道。 他是市委书记。 市委书记。 卢伟吓了一跳,下意识地就到,这么年轻的市委书记。 真的假的? 要是假的,等会公安局的人来了,你直接喊他们打假。 陈兴笑道。 两人说着话,警笛声由远而近,陈兴看到,便下了车,见顾盼南也要跟下来,陈兴皱了皱眉。 突然想到,晚上这事一定会传出去,让人看到顾盼南,对顾盼南未必就是好事。 对公安局的那些人,除了常盛军,陈兴也没一个真正信任。 琢磨了一下,出于保护顾盼南的想法,陈兴道,小顾,你别下来,就待车上。 一大队警车停了下来,长盛军下车后,小跑着快步走向陈兴,陈书记,您没事吧? 没事。 陈兴看了下时间,长盛军的效率并不高,来的时间有些慢,陈兴也没多提这事。 陈书记。 常务副局长杨洪超此刻也走了上来,恭敬地同陈兴打着招呼,今晚正好轮到他值班。 平常他很少会安分地待在局里值班,但今天因为钱进宝的事,杨洪超也没法走。 长盛军让他的心腹周怀亲自守着,杨洪超碰了臂,正琢磨着晚上放人呢。 就听到长盛军让召集人,一听是陈兴的指示,杨洪超也跟了过来。 陈兴看了杨洪超一眼,没多大的印象,轻点着头,招手让卢伟过来,对长盛军道, 圣君,这是卢伟,他是江宾区的拆迁户,你今后还有一个任务,那就是保护他的安全,不能让他有任何闪失。 陈兴说着,目光从一旁的杨洪超以及其他人脸上扫过,眼里闪过一丝利瑟,道,谁要是敢威胁他或对他不利,就是跟我过不去。 陈兴深知,这些人里,有的是那伙人的眼线,不管就成改造项目到底有多少猫腻,又有多少干部牵扯了进去,陈兴此时就是要借助站在这里的人传出他的声音。 谁敢动卢伟,那就是直接跟他黄某人作对。 长盛军微微有些惊讶地看了卢伟一眼,眼神扫了扫一旁的杨洪超,又朝那一张张虽说是属于市局,但对他而言,却仍是陌生的面孔看过去。 长盛军隐隐有些明白了陈兴的意思。 陈书记,您放心,要是没把人保护好,我就提头来见。 长盛军收回目光,向陈兴立着军令状。 陈兴微点着头,看向其他人,杨洪超等人俱是下意识地躲闪着目光,陈兴那平静的面容下,众人感受到的更多的是冷力的含义,虽然陈兴没有刻意地针对谁,但仍是让他们有些心虚。 老鲁,刚才那些小混混,你认识是吧? 陈兴转头看向卢伟,脸上这回才露出了一些笑容。 认,认识。 卢伟说话打着磕巴,看着陈兴的一双眼珠子,比刚才争得还滚圆,这小年轻还真是市委书记。 卢伟本就神经大条的脑袋,此刻端得是有些短路了。 好,等一下你跟公安局的人一块过去,那些人要是在原地还好,若是不在那了,你就带公安局的人去抓人。 陈兴对卢伟说道,又指了指长盛军,笑道,这是市公安局党委书记长盛军,以后你有什么事都可以直接找他。 当然,他也会让人保护你的安全,怎么样,现在不用担心了吧? 不不,不担心了。 卢伟看了常盛军一眼,尽管脑袋理论不清这公安局是党委书记大还是局长大,但一看常盛军的架势,他也知道这应该是公安局的大官,那身警服头一次给了他信心。 要知道,之前他们这些拆迁户看到公安局的人时,更多的是害怕。 陈兴同卢伟说完后,又回头看了常盛军一眼,看了看其他人,对常盛军道,盛军,你跟我过来一下。 两人走到一旁,陈兴低声道,盛军,等一下你跟卢伟过去,务必将那些小混混抓到。 他们可能都跟旧城改造项目的拆迁有些关系,从他们身上或许会有突破口。 还有,抓起来后要采取什么措施,这种专业的事情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我就提两点。 第一,严防任何人给他们递话。 第二,谁打招呼都不行,务必把他们的口给我撬开,看他们都知道点什么。 常盛军听着陈兴的话,轻点着头,能听出陈兴言语中对此事的重视,常盛军也不敢懈怠。 郑重地点着头,陈书记您放心,我一定把此事办好。 嗯,你办事我放心。 陈兴说了句肯定的话,又道,那个芦苇,要保护好,我怕有人会对他不利。 会的。 常盛军看了芦苇一眼,点了点头,随即又笑道, 陈书记,刚才您都那样说了,我想借助现场一些别有二心的人之口也会传出去,应该没人敢动那芦苇动歪心思了。 希望吧,有些事情往往是我们认为不可能发生时,但偏偏就发生了,所以多留一个心眼总没错。 陈兴对常盛军道,陈书记您说得对,多一份防备之心是必要的。 常盛军点了点头,两人在一旁说着话时,杨洪超不时地往两人的方向张望着,没敢凑上来。 但又对陈兴私底下对常盛军说什么好奇不已,听不到的他,只能站在原地干着急。 同常盛军交代完了事情,陈兴让常盛军先跟芦苇去抓人,等常盛军一行离去。 陈兴这才上车,顾盛南一直坐车上,没人知道他的存在,陈兴转头看着对方,小顾,要不要送你到医院看下? 陈书记,不用了,只是一点皮外伤,不碍似的。 顾盛南笑着摇头,真不打紧。 陈兴再次问了一句,那毕竟是铁棍,被砸一下,就算是手臂这种不是要害的地方,那也不代表不会疼。 没事的,你看我手臂还能动呢,总不至于被打断了。 顾盛南笑着轻轻抬了下被打到的那一只手。 陈兴闻言,点了点头,那好,就先送你回家,你住哪里? 陈书记,要不回到市中心后,我自己打车回家吧,就不用送到家门口了。 顾盛南轻声说着,不敢劳烦陈兴送他回去。 这几次都辛苦你了,晚上你又受伤,不送你回家,你这是要让我心里过不去不是。 陈兴笑了笑,好了,不用客气了,你住哪里,给小李指路。 顾盛南听了,没再说什么,此时已经换乘是李永开车,顾盛南住在市中心的新城小区。 他在这里有一间单身公寓,平常有时住这里,有时住在父母那里,但更多的时候还是住在新城小区,因为在家里,父母经常会念叨他的终生大事。 顾盛南为了耳根子清静点,也只能住外边了。 宽阔的市区马路,一路上几乎是畅通无阻,十来分钟的时间,便到了顾盛南所说的新城小区,陈兴往车窗外看了一眼,笑道,你住这里。 嗯,顾盛南点着头,还麻烦陈书记您送我回来,实在是不好意思。 小顾,瞧瞧,你还跟我这么客气。 陈兴笑了笑,要感谢也是我感谢你才是。 顾盛南抿嘴一笑,脸上那只有一边的小酒窝格外迷人,推开车门,顾盛南一只脚已经探到了外边,陈书记,你们要不要上去坐坐? 顾盛南说着,看向了陈兴,包括黄江华和李勇,目光最后定格在陈兴脸上,心里有些他自己都无法说清的期待。 不了,改天有机会再上去坐坐,你今天也辛苦了,晚上回去就早点休息。 陈兴笑道,顾盛南眼里闪过一丝失望,笑着点头,跨不要出车厢,另一只脚刚下地,就哀悠一声,险些直接倒地上去,幸好及时扶住了车门。 陈兴一愣,关切地问了一句,小顾,怎么了? 没,没啥,刚才那些人追我们,我跑的时候可能扭了下脚。 顾盛南柳眉青醋,秀起眉毛都拧了起来,让人生怜。 陈兴从车上下来,绕了过去,看了下左腿撑着地,右腿点起来的顾盛南。 这回不用想,也知道对方是扭到右脚了,顾盛南脚上的高跟鞋并不算很高,看一眼,大致也就五六公分的样子,不过刚才那种情况,扭到脚也不奇怪。 他一个大男人,都跑得气喘吁吁的,更别说顾盛南一个女的,也难为对方了。 陈书记,没事的,里面有电梯,我走进去就几步而已。 顾盛南说道,我扶你上去吧。 陈兴摇了摇头,晚上已经是出来走访那些拆迁户的第三晚了,也是第一次有所收获。 这些都是,多亏了顾盛南,眼下又是受伤,又是扭到脚,也都是为了今晚的事。 陈兴可不好意思让对方自个上去。 陈书记,真的不用,我没事的。 顾盛南连连摇头,眉宇间却有着一股他自己都没有察觉的喜意。 哎呀,小顾,瞧我给忘了,你是有老公的人,这种事要你老公代劳才是。 陈兴拍了下额头,笑了起来,你赶紧打电话让你丈夫下来接你,我们等你丈夫下来再走。 陈书记,我,我没丈夫呢。 顾盛南瞥了陈兴一眼,脸红得跟红苹果似的,只是在这夜色中并不明显。 陈兴微微错愕了一下,盯着顾盛南,半想都没回过神来,顾盛南都三十来岁的人了,还没丈夫。 顾盛南见陈兴盯着自己,愈发不好意思,低下了头,他这个年纪还没丈夫,难保不让人乱想。 那我更该送你上去了,你一个女人家扭伤了脚,我不知道也就罢了,知道了还能让你资格上去不成。 陈兴意识到资格的失礼,很快就收回目光,笑道。 陈书记,我主要是怕麻烦您。 顾盛南看了陈兴一眼,又迅速低下头。 小顾,你再这样说,就真的见外了,你这几次晚上给我们带路去走访拆迁户,应该是我麻烦你才对, 你还为了这事受伤,我扶你上去,怎么能说麻烦? 陈兴笑着摇头,怎么,你该不会是怕我一个大男人进你屋里不方便吧? 不是不是,陈书记,我没那个意思。 顾盛南连忙摇头。 行了,就不耽搁时间了,我扶你上去,陈兴笑了笑。 扶着顾盛南的手臂,陈兴能感受到对方那柔软的身子轻颤了一下, 让黄江华和李勇在楼下等一会,陈兴扶着顾盛南进了楼里, 顾盛南住在十楼,走到电梯门口时,顾盛南脸色微红地看着陈兴, 陈书记,到电梯了,我资格上去就行了。 小顾,我说你这到底是跟我客气,还是怕我进你屋里来着? 要是后者的话,我可就真不敢扶你上去了。 但要是前者,你再这样见外,我可就不高兴了。 陈兴摇了摇头。 不是,陈书记您别误会,您要能上我那里坐坐,是我的荣幸才是, 我怎么会怕你进去呢?我是怕真的会麻烦您。 顾盛南着急地解释着。 小顾,这我得批评你了,你这还是跟我太见外不适, 日后有什么事要你做,那我也不敢叫你了。 陈兴笑着摇头,陈书记,别,能帮您做点事,我很高兴, 以后有什么要我做的,您尽管吩咐我。 顾盛南认真说道,那不就得了,我有事要你做还叫你, 你呀,也别跟我见外,还有,工作的时候,我是领导, 这私下里可就不是了,你就不用这么拘谨了。 陈兴笑了笑,两人说着话,这回电梯也下来了, 陈兴扶着顾盛南进了电梯,电梯门还没合上时, 外面传来了咯吱咯吱的脚步声,那是高跟鞋蹭地的声音, 一个女子赶在电梯门关上时跑了进来。 陈兴看到对方时,神色一正,目光有些呆滞, 那不是李燕丽是谁? 匆忙跑进来的李燕丽也看到了陈兴, 脸色同样是有些惊恶,小嘴微张着, 李燕丽险些就喊了出来,好在看到一旁的顾盛南, 李燕丽也及时地收住了嘴,眼神罔顾盛南身上多打量了一下, 李燕丽最后看向陈兴,似笑非笑地瞥了陈兴一眼, 李燕丽像是不惊一般地往后一站,几乎同陈兴挨在一起。 陈兴眉头跳了一下,身旁这女人, 她可是知道对方会干出那种疯狂的事情来着。 酒吧的卫生间,荒野郊外, 这女人完全不能用平常女人去看待, 这会一边还有个顾盛南, 陈兴还真怕自个的领导形象一下子就毁了。 李燕丽嘴角微翘着, 倾着一丝笑意, 眼下电梯里就她还有陈兴,顾盛南。 陈兴和顾盛南一眼就能看出是一块的, 李燕丽看了下电梯那亮起的楼层号, 她是住在八楼,另外十楼的也亮着。 很显然,陈兴和顾盛南是到十楼去。 八楼先到了,李燕丽走了出去, 末了,不忘了回头看陈兴一眼, 手指头轻敲着那电梯的金属门, 发出钉钉的声音, 而后才走了出去。 陈兴看到李燕丽出去了, 这才轻虚了口气, 心里端得是哭笑不得, 来这里竟然也会偶遇对方, 两人这算不算是有缘。 十楼也转瞬即道, 陈兴扶着顾盛南到家门口, 顾盛南拿起钥匙开着门, 转头看着陈兴, 陈书记,都到这里了, 要不您进来做会吧。 陈兴抬手看了下时间, 才八点多,并不算晚, 也没拒绝,点了点头笑道, 也好。 四十来平米的单身公寓, 小客厅, 同客厅紧隔着一个屏风的床铺, 还有厨房, 阳台, 卫生间, 看着不大, 但却是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布局也是错落有致, 再加上女人家爱收拾和居家的布置, 干净爽朗而又温馨, 让人看着颇为舒心。 陈兴临上前来, 并不知道顾盛南是住这种单身公寓, 想到, 刚刚在楼下听到顾盛南说没有丈夫的事, 陈兴心里实则好奇不已, 但有可能涉及到别人的星号星号, 陈兴也不会去多问。 陈书记, 地方小了点, 您别介意。 顾盛南请着陈兴坐下, 说道, 也不会小, 你这在单身公寓里应该也算是大的了。 陈兴笑道, 嗯, 比起其他单身公寓是大了点, 连外面的阳台, 实际面积有四十五平呢, 当时我是看开发商多送了个阳台, 这才买这里的。 顾盛南笑着点头, 自己也撑着沙发坐下。 小顾, 你这扭了脚, 手又受了伤, 资格一人怕是不方便, 我看你还是打个电话让你家人过来, 有个人照顾也会好点。 陈兴看了一眼顾盛南扭到的脚, 不知道扭得如何, 但女人穿高跟鞋跑的时候扭到, 想必也不会好到哪儿去。 陈书记, 没事的, 我还没那么娇贵呢。 顾盛南笑着摇头, 等下揉点红花油, 明天起来应该就好多了。 好吧, 那你自己多小心。 陈兴点着头, 又道, 明天要是不能去上班, 你也不用勉强, 让李颖帮你请假, 请个一两天的也不碍事, 你们领导要是敢不批准, 我打电话去批评他。 顾盛南听到陈兴开玩笑的话, 也忍不住跟着笑了起来, 几次接触下来, 他确实没从陈兴身上 感受到半分领导的架子, 正如陈兴自个所说, 或许陈兴在私下里 也只是把自己当普通人一般, 不把人分三六五等, 不分高低贵贱, 一视同仁。 目光在陈兴脸上游离着, 顾盛南在悄然观察和审视着陈兴, 这位年轻的市委书记来到旺山的十日上段, 但已经接连下达了几份文件, 建纸基层乡镇向老百姓乱收费, 严控三公消费, 而类似公款吃喝这些, 虽然在以前也早有文件明令禁止, 但谁都知道只是做作样子, 根本没有人真正在意, 但陈兴过来后,明显能感觉到跟以前不一样。 顾盛南坐下片刻后, 这才想起自己都没给陈兴倒水, 失了礼数,赶紧站起来, 陈书记,我给您倒杯水去。 小顾,不用了, 你这脚扭了,就不用乱动了, 好好休息才是, 我就不打扰你了, 今天晚上你也辛苦了, 早点休息。 陈兴笑着制止顾盛南站起来, 说道, 陈书记,不碍事的, 您是客人, 我总不能让您干坐着, 连杯水都没倒, 那可就是我招待不周了。 顾盛南轻声笑道, 要招待的话, 等下次来做客, 你商业也好了, 再好好招待。 陈兴笑着站了起来, 将顾盛南送上来, 他其实也不想多待, 孤男寡女的, 多少也会让人觉得敏感。 陈书记, 您真要走了。 顾盛南眼里有些不舍, 我得先走了, 以后有机会再来吧。 陈兴点了点头, 你就不用送出来了, 多坐下休息。 顾盛南闻言, 还是站了起来, 陈兴离开, 他也要去关门, 也该送陈兴出去。 小顾, 不用出来了。 陈兴到了门口就到, 嗯, 那陈书记您慢走。 顾盛南看着陈兴, 笑着同顾盛南点了点头, 陈兴转身离去, 后面的顾盛南依然站在门口, 直至陈兴进了电梯, 这才回身关门。 看着再次空落落的屋子, 顾盛南心里也跟着空荡荡起来。 扶着墙走着, 顾盛南从抽屉里找出了红花油, 走到卫生间, 刚刚手臂被铁棍打到的他, 这会依然是钻心地疼, 要不是手臂还能抬起来, 顾盛南都怀疑自己是不是胳膊被打断了。 将身上那检察院的制服外套脱掉, 解开里头的白衬衫扭扣, 顾盛南把衬衫从肩膀退下。 从镜子里, 顾盛南已经能看到自己那瘀青的地方, 就好像一个铁棍的痕迹, 隐隐有些淤血。 对着镜子看着, 手从那淤青的地方扶过, 顾盛南疼地倒吸了口冷气, 拧开了红花油的盖子, 顾盛南到处来轻轻涂抹着, 不时咬着的牙齿能看出他在强忍着疼痛。 抹完手臂上的伤处, 顾盛南愣愣地看着镜子, 凝视着镜中的那一个自己, 洁白丰润的薄梗, 漂亮的肩胛骨, 不算特别漂亮, 但也不见得会输给别人的脸蛋, 还有他每天坚持跑步锻炼, 一向十分自信的身材, 如果是男人, 会迷恋他这种女人吗? 红颜落雁香空老, 惨梦依稀化是花, 他这副身子, 将来又会躺在哪个男人的怀抱中。 陈兴进了电梯, 按下一楼时, 陈兴盯着那八楼的按键迟移了一下, 鬼使神差的, 还是按了下去, 刚才李燕丽临走前的动作和眼神, 陈兴并非看不出来, 那是在暗示他来着, 本不想去, 但陈兴终究还是按下了八楼。 李燕丽站在自个家门口, 朝电梯张望着, 他这一套就在电梯斜对面, 站门口就能看到电梯, 看到电梯门打开时, 李燕丽眼睛一亮, 期待地看着, 看到陈兴时, 李燕丽眉眼间满是笑意, 朝陈兴招了招手, 自个儿又往左右看了看, 先闪身进了屋里。 陈兴停了一下, 还是走了过去, 门开着, 李燕丽正站在门后, 一把将他拉了进去, 然后将门给关上。 没想到你也住这里。 陈兴看了李燕丽一眼, 眼里还是有些惊讶的, 他和对方似乎是出奇的有缘, 上一次离开, 双方都主动不去问对方的电话号码, 也不问彼此住啊, 依然是保持着第一次的默契, 就像是李燕丽说的, 出来玩的, 过后还纠缠不清, 就玩过戒了。 我也没想到, 这么短时间内会接连遇到你, 这说明什么? 咱俩是不是真的有缘呢? 李燕丽笑眯眯地盯着陈兴, 进来坐呀, 傻站着干什么? 你丈夫没在家? 陈兴扫视了房间一眼, 李燕丽住的三十三厅的房子, 户型不小, 那偌大的客厅一看, 就让人心里也跟着舒畅。 我丈夫要是在家, 我敢让你进来。 问的什么傻问题呢? 李燕丽笑着白了陈兴一眼, 坐吧, 在我面前就不用装拘束了吧? 你觉得我会拘束吗? 陈兴微微一笑, 迎上了李燕丽那放肆不羁的目光, 李燕丽的眉眼还是挺好看的, 那一双长长的睫毛下的眼睛总是水汪汪地蒙着一层迷雾, 朦朦胧胧地娇媚撩人。 那倒也是, 一瞧你也知道是个不老实的主, 花心着呢。 李燕丽笑着坐到陈兴身旁, 刚才那女的是谁? 挺好看的吗? 你女人还是? 要是我女人, 你觉得我现在会坐在这吗? 陈兴淡然笑道, 也是, 我看刚才你俩那模样就不像是夫妻, 而且那女的我天天进进出出都碰到好多次了, 她应该也住这里不短时间了, 但可就没看到过你。 李燕丽眉眼含笑, 所以我猜那女的也不是你媳妇, 要不然我可不敢勾搭你了, 免得这整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一不小心穿帮了。 是吗? 我看没有你不敢做的事吧? 陈兴笑着摇头, 难道你认为我就是放荡到骨子里的人吗? 李燕丽眉好气地看了看陈兴, 陈兴识去地不回答, 这个问题回答了也是自讨没趣。 咦, 那女的我记得好像是政府机关的人呀, 是检察院还是法院来着? 我看她穿的制服, 那胸口上可都别着一枚徽章来着, 是国徽还是什么来着? 李燕丽突然说道, 两人都住在同一楼洞, 平常免不了碰到。 李燕丽已经碰到过对方好几次了, 同是漂亮的女人, 对方自然也会让她留意, 特别是顾盼南川的制服也容易让人注意。 那不是国徽, 是检徽, 检察院的徽章, 油盾牌, 五颗五角星, 算了, 跟你说这个干嘛。 陈兴摇了摇头, 笑容玩味地, 看着李燕丽, 你丈夫不在家, 你叫我过来干嘛? 你说呢? 李燕丽听到陈兴这么问, 轻笑了一声, 一只手已经搁到陈兴腿上, 你就不怕你丈夫突然回来。 陈兴看了对方一眼, 去南州了, 至少要一个星期才能回来。 李燕丽叹息了一声, 这么说, 你是独守空房寂寞了。 陈兴笑了笑, 你认为呢? 李燕丽反问一句, 打量着陈兴, 女人天性的八卦显露无遗, 你到底是做什么的? 刚刚那个女的, 既然不是你媳妇, 那跟你什么关系? 难道你也把人家也勾搭上了? 不是那回事, 不要乱讲。 陈兴摆了白手, 神色庄重了许多, 跟李燕丽她会开口胡来, 但涉及到别人。 陈兴显然是有自己的原则, 其实也就是跟李燕丽那晚 在酒吧发生了那种荒唐的关系。 她在李燕丽面前也才会口无禁忌, 表现出来的是另一面。 哎呦, 还不让人讲了, 看来那女的在你心里地位不一般吗? 李燕丽目光灼灼看着陈兴。 怎么? 难道你吃醋了? 陈兴细谑地看着对方。 我有啥醋好吃的, 好奇而已。 李燕丽撇了撇嘴, 她还真没吃什么醋, 和陈兴不过是萍水相逢, 大家各取所需, 没有感情又谈何吃醋。 陈兴笑着看了看对方, 楼下还有黄江华和李勇等着, 陈兴也不想待久, 起身道, 我先走了。 哟, 真走了? 李燕丽有些惊讶地看着陈兴, 在他看来, 陈兴也是属于那种爱玩的人。 不走还留下来干嘛, 难道要在你这里过夜吗? 陈兴笑道, 你不担心, 我还担心你老公突然回来呢。 你就少装了, 我看你这到处打女人的, 能怕人抓奸才怪。 李燕丽血笑了一声, 看到陈兴真要往外走, 笑道, 帅哥, 真不打算找我要电话号码。 找你要电话号码干嘛, 我可不想被你说坏了规矩。 陈兴默然一笑, 你这男人可真是的, 一句话能让你反复念叨着, 还非得我主动把号码给你不是。 李燕丽看着陈兴, 我看你呀, 关键时刻不会英雄救美, 没英雄气度, 对女人呢, 又不会甜言蜜语, 总是一副爱杂杂的样子, 都不知道你是怎样泡女人的。 你怎么就认为我会泡女人呢? 陈兴哭笑不得。 那要不然呢, 难道认为你很正经? 李燕丽笑着走向陈兴, 好吧, 我不是正经男人, 那你这意思, 也是在说你不是正经女人。 陈兴嘲讽地看着对方, 我从没说过自己是正经女人, 背着老公在外面乱来, 会是正经女人吗? 李燕丽眼底深处, 有那么一刹那的迷茫, 但很快又恢复正常, 连男人我都敢往家里带, 是正经女人做的事吗? 陈兴听到对方的话, 倒也不知道该说啥了, 这女人还真是说得让她无言以对, 套用一句话, 人质见则无敌, 无耻则逆天, 对方是什么样的人, 她没资格做出评价, 不过李燕丽这会确实是噎得她无话可说, 窗外, 夜色宁静, 棋盘山宛若一个巨大的码头伏在地上, 山脚下的别墅小区, 一座座别墅望过去, 灯火明亮, 张力行所在那一栋, 不时传出来几声骂声, 大厅里, 前新来也在, 儿子还在公安局关着的她, 这会脸色比张力行还难看, 那些个小混混就是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 我就知道一帮地痞流氓靠不住, 你看看, 这么快就出事, 张力行看了前新来一眼, 刚才的骂声, 她是对着电话, 冲着电话那头的杨红抄吼了几句, 这会挂掉电话, 张力行同前新来说着话, 同样是有所埋怨, 张市长, 现在说这个也没啥用了, 你也不用瞧不起这些小混混, 说句难听点的, 要不是靠他们盯着, 指不定还更早就出事了, 前新来轻哼了一声, 将张力行的话给顶了回去, 张力行挑着眉, 眉宇间有些怒气, 盯着前新来看了一眼, 强压着心头的那股躁怒, 和前新来吵起来, 对他而言没啥好处, 此刻生气归生气, 张力行也知道, 前新来并不是那些可以让他随便喝骂的下属, 但前新来的话, 说到底还是让他不爽了, 气氛沉默了一会, 同样在客厅里待着的封山区公安分局局长贾心远, 这回看着张力行和前新来两人都来了火气, 坐在一旁的他, 只是一个劲地干笑着, 也不敢贸然开口说什么, 往哪边站都不行, 他谁都得罪不起, 张力行他要巴结, 前新来他不敢得罪, 他一个分局局长, 在这里还真什么都不是, 张力行率先平息下火气, 气头上归气头上, 张力行也知道和前新来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两人的关系是用利益紧紧绑在一起的, 这比任何友情关系都来得牢靠, 但也比任何关系都来得不靠谱, 当两人因为利益上的事而产生矛盾时, 谁都有可能从背后捅对方一刀, 那个常盛军必须尽快将他搞走, 就算不能, 局长也坚决不能落到他头上, 否则就是个祸害, 张力行先打破了沉默, 这是我已经在做了, 能将常盛军搞走是最好不过, 如果不能, 那就将他摁在局党委书记的位置上, 局长最好是能上我们自己的人, 前新来阴沉着脸, 现在发动的关系, 看来还不够, 张力行点着头, 他知道前新来这两天是又砸钱又找关系, 都是冲着常盛军去, 沉吟了片刻, 张力行突然道, 明天我去一趟南州, 看能不能帮你再加把火, 这次非得让常盛军这个局长的位置做空, 那感情好, 大家一起使劲, 务必让那姓长地知道这望山不是他能乱来的地方, 就算是龙来了, 也得给我趴着, 别以为他有陈兴支持就腰杆子硬, 惹极了咱们, 照样能让他灰溜溜滚出望山。 前新来咬牙切齿地说着, 常盛军在这接骨眼还敢抓他儿子, 犹如在老虎头上拔毛一般, 将他这只望山的坐地虎真给惹火了。 张力行微微点头, 公安局是个要害部门, 最主要的是跟他们很多事情也都息息相关, 常盛军出来乍道, 就表现出了一番龙腾虎跃的姿态, 一看就知道是个狠角色, 日后还不知道会折腾出什么来, 再加上这背后又引有陈兴的影子, 这必须让他们足够警觉了, 黄有梁掉走, 常盛军空降下来, 这也许是陈兴下的一步棋。 张力行已经有了一些危机感。 钱总, 你不是说给陈兴准备了什么大礼吗? 张力行看了钱心来一眼, 钱心来说要将陈兴拉下水, 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本事, 要是能做到的, 他们就真的是一劳永逸了。 已经准备了, 或许很快就会有好消息。 钱心来笑道, 是吗? 张力行瞥了钱心来一眼, 对方故意卖了关子, 他也懒得去问。 贾心远静静地坐着, 听着两人最后提到陈兴的事, 他这心头也是一跳一跳的, 连陈兴都算计上了, 他此刻心里头只有震惊两字。 气氛依然沉寂着, 张力行和钱心来在各自说了几句后, 又陷入了沉默当中, 窗外那高悬的明月被云朵遮住了半边脸颊, 如同一个娇羞的美人, 青眼罗沙半遮面。 陈兴从李燕丽家里出来时, 已经是二十几分钟后的事情, 毫无疑问, 刚刚在李燕丽家里又做了不该做的事, 看了下时间, 陈兴无奈地苦笑, 他这是越来越混账了。 陈兴走了, 李燕丽是目送着陈兴消失在门口的, 也没送到门外去, 左邻右舍都是认识的, 他也不想让人瞧出什么。 很快就将门关上, 靠在门后, 抬着头看着天花板, 李燕丽一阵阵出神, 激情过后, 此刻心里依然是空荡荡的, 迷惘不知前路。 猛的, 想及今天带回来的东西, 李燕丽神色一动, 匆匆走向扔在沙发上的手提包, 晚上加班后就直接回来, 没再出去喝酒, 那是因为带了重要东西回来。 打开包包, 从里面拿出一张U盘, 李燕丽轻虚了口气, 不敢去别的地方玩, 就是怕这东西有任何闪失。 里面有他刚刚加班时, 从电脑上拷贝回来的一些资料, 涉及到新城集团的财务机密。 作为财务部副部长, 李燕丽能接触到公司的一些核心事情, 不过平常也没发觉有啥异常。 晚上,部长钱雅萍突然有事, 让他去帮他把手头上的事处理好。 李燕丽在钱雅萍的电脑上 发现了集团的一些机密。 新城集团早年在收购市里的一些国有资产时, 几乎是以白菜价从政府手里 收购了一些值钱的资产, 这在集团财务上是没有记录的。 但在钱雅萍的电脑上, 李燕丽确实发现了这些, 鬼使神差的。 李燕丽拿出优盘,将资料烤了下来, 从公司里出来时, 李燕丽感觉自己心都快从嗓子眼里跳出来。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做, 或许看到一些不该看的机密, 出于人本能的一种反应吧。 她是集团的财务部副部长, 这些资料她之前都没见过, 很显然不是她该接触的东西。 钱雅萍作为财务部是一把手, 是钱新来的亲妹妹, 掌管着集团的财政大权, 更是兼着副总一职, 李燕丽知道。 钱雅萍电脑上被她拷贝的那些资料, 肯定是属于不能外泄的, 连她这种中层干部都不知道, 可见其重要性。 拿着幽盘发愣了一下, 李燕丽在屋里扫尸了一圈后, 很快就看到了墙壁上的闹钟, 心里一动, 李燕丽站了起来, 拿着椅子垫脚, 将幽盘藏到那闹钟背后去, 正好可以放下, 看了一会, 确定不会掉下来, 李燕丽这才下来, 将这幽盘藏好后, 李燕丽也才放心下来。 楼下, 黄江华正和李勇两人说笑着, 陈兴下来后, 两人也没往陈兴身上多看, 陈兴上去的时间不短, 两人可不敢在陈兴身上乱瞅, 免得让领导以为他们在八卦什么。 李勇启动了车子, 询问陈兴去哪里, 确定是回招待所的住处后, 李勇才掉头拐向招待所的方向。 书记, 我让办公厅给我和李勇安排了住所, 就在视为老家属楼, 正好还有两套两室一厅的宿舍, 我和李勇找个时间搬过去。 车上, 黄江华同陈兴说道, 怎么, 招待所住着不习惯吗? 陈兴笑道, 那倒不是, 我们跟书记您一直住着也不方便不适。 黄江华笑道, 书记, 黄秘书可能想着 以后那个沈航长的女儿还会来望山玩, 他单独住方便一点。 李勇在前头插话, 开着黄江华的玩笑。 呀,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陈兴一听李勇的话, 也不由地笑了起来, 那为了你和沈小姐日后约会方便, 是该搬出去。 黄江华不好意思地笑笑, 心里头是有这种想法, 不过最主要的是, 黄江华长期和领导住着也不是一回事, 当下属的得有这种觉悟。 车子往招待所的方向开着, 陈兴想着晚上的事, 不知道长盛军那边行动顺不顺利, 拿出手机给长盛军打了过去, 盛军, 有抓到人吗? 抓了三个, 其他几个跑了。 长盛军在电话里有些懊恼, 陈书记, 这一片自然村, 房子太密集了, 到处都是小巷子, 好几个被他们窜来窜去给溜了。 没事, 抓了三个也算是有所收获, 不至于空手而归。 陈兴笑道, 接下来的事情才是真正的考验, 就看你的了。 陈书记放心, 抓到这三个, 只要他们知道点啥, 我都能让他们吐出来。 长盛军默然笑了一声, 语气里多了几分肃杀之气。 那行, 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陈兴点头笑道, 说了几句, 长盛军还要忙, 陈兴也不多耽搁对方的时间, 挂了电话, 拿着手机在手上颠着。 陈兴琢琢磨着后天的人大会议, 上午曾高成的主动到访, 下午接到的一连串电话, 都是跟任命长盛军为市公安局局长一事有关, 本来是早就内定的事情, 如今生出了波澜, 陈兴不知道在后天之前是否还会有其他变故出现, 心里始终是有着不祥的预感。 就目前的情况, 接到的那些变相施加压力的电话, 陈兴作为望山士一把手, 都能给挡回去。 他有这个底气, 也有这个本事, 至于曾高成这个世人大主任, 对方的态度确实也不能轻易忽略, 但陈兴相信自己坚持的话, 曾高成应该还不会跟他对着干, 最怕的就是再出现别的变数。 过几天回南州一趟, 小黄, 到时候你就能见到朝思暮想的沈小姐了。 陈兴沉思了片刻, 转头打去着黄江华。 书记, 我可没朝思暮想, 我们现在只是试着先交交朋友, 还没到你说的那份上, 还不知道两人处不处得来呢。 黄江华笑道, 依我看是没问题, 小黄你发挥你的本事, 还怕拿不下一个女人吗? 陈兴笑道, 对啊, 黄秘书, 你那口才, 要征服一个女的, 还不容易吗? 李勇也跟着笑着。 书记, 我觉得小李老师这样单身, 也不是一回事, 是不是该给他介绍个对象? 黄江华笑眯眯地看向李勇。 这倒也是, 你们俩年纪都不小, 找对象这事, 可得当成政治任务提上日程, 不然我还真担心, 别人说我身边的工作人员, 都是光棍找不到老婆的。 陈兴笑了起来, 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这个当书记的, 不让你们出对象呢? 你说会是什么意思? 陈兴看向黄江华。 这, 我也不好说。 黄江华心里一紧, 关系到办公厅主任魏斯达, 即便是作为陈兴的心腹, 黄江华也知道, 在这种时候, 最好是谨言慎行, 身为领导秘书。 言多必失, 这四个字, 一直牢记在黄江华心里。 陈兴沉思着, 让黄江华将信纸再次拿过来, 偌大的信纸上就五个字, 后面是连续的感叹号。 毫无疑问, 对方这是要他重视的意思。 仔细打量着信纸上的五个字, 陈兴着重观察着笔记, 好一会, 陈兴才将信纸收了起来, 明天打算带到办公室去。 书记, 您说这信会是谁送来的? 黄江华盯着陈兴手中的信, 疑惑地问着。 不清楚。 陈兴笑了笑, 你说会是侍伟的人吗? 侍伟的人? 黄江华微微一愣, 想着陈兴说的这个可能性, 黄江华也是思考了起来, 不是没这种可能性, 而是可能性很高, 因为只有侍伟的人, 或许也才会更了解魏斯达吧。 只是暗中送这么一封信来给陈兴, 真正的目的, 是好意提醒还是别有用心? 书记, 您说那位主任, 黄江华看了陈兴一眼, 话到一半就收住口。 陈兴听到黄江华的话, 笑着扬了扬手中的信, 道, 不可轻信也不能置之不理。 道也是。 黄江华明白陈兴的意思, 点了点头, 说了句话, 陈兴再次沉思起来, 对魏斯达这人, 陈兴显然是没多少了解, 确切地说, 来往山时间不长的他, 对每个人都没太多的了解, 此刻突然收到这样一封信, 陈兴在觉得突兀的同时, 神色同样有些凝重, 魏斯达是办公厅主任, 这个位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写信的人, 提醒他小心魏斯达, 是要小心什么? 魏斯达敢对他不利? 陈兴相信魏斯达是没有那个胆子的, 那又是要小心什么? 时间悄然流逝着, 今夜又是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 昊月当空, 万里无云, 窗外的树枝青摇着, 微风徐徐, 一夜无画, 陈兴第二天早早起来, 到后面的小公园晨练了一下, 一日之际在余晨, 经常早起锻炼一下, 一整天都精神抖擞, 来到办公室, 陈兴到来就看到办公会门开着, 里头一个纤细的身影正在擦桌子收拾着, 一张青涩陌生的面孔, 陈兴微微一愣, 险些以为自己走错了办公室, 在门口顿了一下, 往门边的标牌看了一下, 确定是书记办公室, 陈兴这才走了进去, 陈书记, 您来了, 女子看到陈兴, 忙停了下来, 躬身点头向陈兴问好, 嗯, 你是? 陈兴打量着对方, 轻力脱俗的一个女人, 看起来年纪不大, 应该是刚踏出校园的, 脸上游带着几分少女的青涩, 陈书记, 我是新来的, 为主任让我以后每天早上, 负责打扫您的办公室, 女子笑道, 随着女子露出笑容, 陈兴眼前也仿佛是亮了一下, 一口洁白的牙齿和那灿烂的笑容, 让人感觉整间办公室都好像是跟着变得明媚了起来, 陈兴有片刻的失神, 但并不是因为女子的笑容, 而是听到为主任三个字, 目光灼灼地盯着女子看着, 陈兴眉头微醋了一下, 女子站了片刻, 有些不自然地拿着手上的抹布凝着, 神色局促, 陈兴盯着她的目光, 让她不自觉地紧张起来, 好一会, 见陈兴还没有说话, 女子才大着胆子说了一句, 陈, 陈书记, 怎么了? 哦, 没什么? 陈兴回过神来, 扫了对方一眼, 很快又恢复如常, 走回办公桌后面坐着, 陈兴看到魏斯达正好走到门口, 惊敲着门, 陈兴点头示意着对方进来, 陈书记, 你每天都这么早过来, 魏斯达一走进来就笑道, 转头看了女子一眼, 魏斯达走向陈兴的办公桌, 脸上满是笑容, 陈书记, 这是林思雨, 办公厅刚招的人, 我让他以后专门负责您办公室的清扫和整理, 免得让黄秘书辛苦, 陈兴没说话, 盯着魏斯达看着, 陈兴此刻就想到怀里的那封信, 平常看魏斯达觉得没什么, 但此刻看着对方脸上的笑容, 好像也多了几分异常一般, 也好, 陈兴不动声色地收回目光, 点了点头, 小林, 以后陈书记的办公室就交给你了, 你可得勤快点, 魏斯达听到陈兴的话, 眉宇间隐隐有些喜色, 转头对林思雨说着, 魏主任您放心, 我会的, 林思雨点着头, 小心瞥了陈兴一眼, 又迅速低下头, 魏斯达眼见说完林思雨的事, 心里也放下一块石头, 将林思雨的事安排好, 那他也算是完成了任务, 接下来就看林思雨自个的了, 反正潜心来让他做的, 它是已经完成了, 陈书记, 那您先忙, 魏斯达嘲说了一声, 离开陈兴的办公室, 盯着魏斯达离去的背影, 目光又落在正在擦着桌子的林思雨身上, 陈兴一时也想不出个, 所以然来, 摸着怀里的信封, 陈兴瞥了林思雨一眼, 最终没急着拿出来, 黄江华这时候也走了进来, 看到林思雨也是正了一下, 此刻擦完桌子, 已经将陈兴这间办公室打扫完的林思雨, 目光最后落在了陈兴办公桌上的杯子, 又走过去, 帮陈兴拿着杯子去到了杯开水放桌上, 这才退了出去, 看到黄江华时, 也没忘了停下来叫了一声黄秘书, 神态恭敬, 看得黄江华一愣一愣的, 下意识地同对方点着头, 很显然, 林思雨昨天就到市委来, 一下午的时间, 已经做了一番详细的功课, 对于市委一些必须熟记的面孔, 早就记了下来, 书记, 这谁啊? 黄江华等林思雨走了出去, 这才奇怪地问了一句, 办公厅新招的人, 刚才魏斯打过来, 说以后就由他, 负责我这间办公室的打扫了, 陈兴微微一笑, 从怀里拿出昨晚收到的那匿名信封, 陈兴再次仔细打量着那笔记, 而后从办公桌上拿出几分市委内部的手抄文件, 魏主任, 黄江华目光微明, 昨晚那封信让魏斯达这个名字开始变得敏感起来, 再加上陈兴此刻又拿了出来, 黄江华相信陈兴肯定不是没有任何猜想, 看到桌上冒着热气的水杯, 黄江华转而笑道, 看来这姑娘把我工作都做了, 陈兴笑了笑, 随手翻了几分手抄文件后, 陈兴并不指望能从其中发现有相同笔记的地方, 只是本能的一个做法罢了, 将信纸递给黄江华, 陈兴道, 小黄, 好好记住上面的笔记, 要是有发现相似笔记的人, 立刻告诉我, 好, 黄江华文言, 接过信纸来看着, 盯着那五个字直瞅, 就差没把字给刻进脑海里, 市政府大院, 离开山像往常一样来到办公室, 办公室主任梁静, 例行性地向他汇报工作后就离开, 两人眼里都是心照不宣的神色, 梁静前脚刚离开, 张立行就出现在了门口, 敲了下门就静止走了进来, 将办公室门给反手关上, 你又有什么事? 李开山看着走进来的张立行, 眼底深处闪过一道寒光, 私底下只有两个人时, 两人的言语都已不再客气, 看到张立行反手关门的动作, 李开山更是意识到张立行进来绝对没好事, 无事不登三宝殿, 来找李大市长肯定有事, 张立行神色嘲讽, 对李开山连骑马地尊重的都没有, 静止走到沙发上坐下, 张立行拿出一根烟点了起来, 仰躺着坐在沙发上吞云吐雾, 你把这当成你自个的办公室了不成, 李开山脸上怒气涌现, 哦,不好意思, 忘了李市长不抽烟了, 抱歉抱歉, 张立行笑咪咪地将刚点着的烟给掐灭, 李开山凝视着张立行片刻, 收回目光, 脸上隐隐有几分怒涩的她, 心里头并没有真的如表面上这般生气, 她知道张立行有时候无非是想故意激怒她, 之前经历了这么多, 她现在又岂会像一开始那般容易被激怒, 有什么事就说吧, 李开山冷哼了一声, 好吧, 李市长是大忙人, 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 免得多当个李市长的时间, 张立行笑了笑, 道, 是这样的, 这两天跟常盛军有关的报道和舆论, 我想李市长也该了解了, 后天就要召开人大会议, 就常盛军目前的情况, 我觉得, 让他担任市局局长并不合适, 咱们市政府这边, 应该重新提名一个人选, 取代常盛军, 我想, 这也是对广大的望山人民群众负责吗, 一个德性操守不行的人, 让他坐在市公安局局长这样的位置上, 咱们也愧对老百姓不适, 张立行说得光面堂皇, 言辞凿凿, 脸不红心不跳, 听在李开山耳里, 却是巨大的讽刺, 看着张立行冷笑着, 李开山不客气地说道, 你也好意思说德性操守, 好意思说愧对老百姓, 李市长, 咱们也共事多年了, 你这样说话可就很没意思了, 张立行微微一笑, 关字两个口, 说话有两手, 谁不是嘴上功夫一套, 对李开山的冷嘲热讽, 张立行一点也不在意, 李开山吃了他的心都有了, 被对方讽刺两句又算什么, 正经是看着李开山憋了满肚子的火气, 却没触发的样子, 让他心里头格外畅快, 这也是总爱有意无意刺激一下李开山的缘故, 他就看不得李开山有时候一脸深沉的样子, 没功夫跟李开山斗嘴皮子, 张立行再次强调着自己的目的, 李市长, 我刚才的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常盛军并不适合担任市局局长, 咱们市政府这边重新提名一个人选, 这件事只能靠你这个市长出来说话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李开山捏着拳头, 怒上心头, 李市长, 我相信你明白我的意思的, 张立行瞥了李开山一眼, 神色淡然地说着, 公安局本就是属于政府序列的部门, 你是政府一把手, 这件事自然只能你来做, 你想让我去跟陈兴提示吗? 李开山冷笑, 陈书记, 当然是由李市长, 你过去跟他沟通比较好, 这种事, 也轮不到我们这些副职, 去找陈书记沟通不是, 张立行嘿嘿一笑, 我倒是想去, 可惜我不是市长, 张立行, 够了, 你少来这套, 这事我不会去做, 那常盛军是陈兴主义的人, 你让我去跟陈兴说这事, 我看你是故意让我去跟陈兴闹矛盾吧, 李开山怒视着张立行, 李市长, 这事只能你去做, 谁也没办法取代你的, 张立行同李开山对视着, 看着李开山那暴怒的样子, 张立行耸了耸肩, 李市长, 生气解决不了问题, 与其对我发火, 还不如想想怎么去和那陈书记沟通这事, 你说是不, 你觉得我就一定会答应你的要求吗? 李开山盯着张立行, 我觉得李市长你会答应的, 张立行笑了笑, 不是吗? 李开山胸口起伏着, 一口恶气堵在胸口, 她确实是吃了张立行的心都有了, 确切地说, 她恨不得将张立行这伙人都给狠狠收拾了, 但此时只能强忍着心头的怒气, 我想那小警察跳楼的事, 足以给李市长足够地说辞了, 李市长并不见得多难做人, 张立行笑了笑, 李市长, 你说是不是? 那是你认为的, 李开山阴沉着脸, 看着张立行, 长盛军这事, 我看也是你们背后算计的吧, 李市长别乱冤枉人, 这是我可不清楚, 张立行淡然笑道, 李市长还是想好怎么去跟陈书记沟通吧, 反正不管沟通的结果如何, 咱们市政府这边都得另外提名一个局长的人选, 张立行说完这句, 便起身站了起来, 李市长是大盲人, 我就不打扰你了, 李开山脸色铁青, 看着张立行离去的背影, 几乎是要拿杯子冲着对方摔过去, 那青筋抱起的双拳, 足见起此刻的愤怒, 李开山不用想也知道, 长盛军这事, 只要他去跟陈兴说, 甭管他怎么说, 陈兴都会对他有看法, 张立行这是一方面要满足他们那一个小团伙的利益, 一方面也是在逼他同陈兴交恶, 李开山并不是看不出对方的险恶用心, 但他显得无能为力, 这是他的悲哀和无奈, 市长, 您到李市长办公室去干嘛了? 梁静尾随着张立行进入其办公室, 奇怪地问道, 没干嘛, 让他配合着完成一件事, 张立行咧嘴一笑, 对了, 等下午就要去南州, 你要一块去吗? 张立行突然道, 他去南州要过一晚, 明天早上赶回来参加明天下午的常委会, 将梁静一块带上的话, 晚上无疑能好好享受一下, 外面女人多得是, 不过张立行现在还真是挺迷梁静的, 市长, 我怕是走不开, 再说, 我要是跟你去了, 估计风言风语又是一大堆了, 梁静无奈地笑笑, 谁敢歪嘴收拾他, 我看谁敢乱说话, 张立行冷哼了一声, 不过听到梁静如此说, 张立行也没再说什么, 到南州去, 比起望山这个小山城, 有的是玩乐的地方, 驻南州办事处主任韩东福, 又是一个很会来世的人, 去了肯定会把晚上的娱乐活动安排得妥妥当当, 张立行也不用担心, 晚上没得玩, 市长, 刚刚你从李市长办公室里出来, 我好像听到他办公室里有拍桌子的声音, 您这是, 去跟他说什么事了呀, 把他给急的, 梁静笑道, 让他去跟陈兴说公安局长任命的事, 哼哼, 那个常盛军太不安分了, 一来就搞出这么多事, 要是让他坐实局长的位置, 日后还不知道会搅出什么风浪来, 这次最好是能把局长的位置争取到我们自己人这边来, 张立行沉着脸, 跟我们作对的一定不会有好下场, 张立行脸上阴森森的杀气腾腾, 一旁的梁静没来由的有些毛骨悚然, 看着张立行的脸色, 从心底里恐惧着, 他如今就是在走钢丝, 张立行的话对他这个心虚的人来讲, 不只是听在耳里, 更是一股凉气从脚底升起, 哟, 你怎么了这是, 身体不舒服? 张立行转头看到梁静脸色不对劲, 奇怪地问了一句, 刚才明明还好好来着, 没, 没什么, 我有头疼的老毛病了, 刚才突然疼了一下, 梁静甘笑了一声, 随便照着一个油透, 糊弄着张立行, 你这才多大年纪, 我这半老头子多没头痛的毛病, 你一个年轻人就有了, 张立行笑了笑, 看来你这身体还不如我呢, 市长, 我怎么能跟您比, 您是老当义壮, 越活越年轻, 我是一年比一年老, 梁静笑着奉承了一句, 哈哈, 这话我爱听, 张立行没开眼笑, 这人越来越不服老, 就爱听人说年轻, 走到椅子上坐了下来, 张立行想起一事, 道, 梁主任, 你让杨红超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好, 梁静文言, 点头走了出去, 上午十点左右, 陈兴从市委出来, 前往市公安局调研指导工作, 这是临时安排的行程, 这两天, 正值那小民警跳楼, 对长盛军的不利言论, 正处于舆论汹涌之际, 陈兴突然让人临时安排这个考察, 其实是在实际行动, 表示对长盛军的支持, 同时也是, 在外界传递出这么一个信号, 他依然是坚定的力挺长盛军, 临上车之际, 黄江华接了个电话道, 书记, 刚才市政府那边来电, 李市长要过来, 问您, 这会在不在办公室? 这样, 让办公厅回复一下, 我十一点半会在办公室, 陈兴看了下时间后说道, 嗯, 好的, 黄江华点了点头, 一行人前往市公安局, 今天陪同陈兴到市局视察的, 有政法委书记陈正民, 秘书长吴明, 四辆车子组成的小车队, 驶往市局, 长盛军带着人在公安局大门口迎接着, 陈兴亲自带着人来视察, 对长盛军而言, 意义非同一般, 陈兴的目的, 长盛军心里明白, 更有些感动, 陈兴一行人, 在长盛军的带领下, 参观公安局执行号星号能区改造情况, 详细了解了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建设情况, 参观中途, 刚从市政府赶回来的杨洪超, 也赶忙凑到了公安局这边陪同的人当中, 不知不觉就挤到了长盛军身边, 长盛军扫了一眼杨洪超, 没说什么, 这个常务傅昨天晚上一直在找着说辞, 要将钱进宝给放了, 都被他给回绝了, 对方同钱家的亲书关系, 长盛军也由此更进一步地看出来, 这人民公安为人民几个字是谁提的? 在参观公安局模范英雄展览室时, 陈兴看到墙壁上的那一幅大字, 不由地问了一句, 对毛笔字是外行的他, 乍一看也知道提这幅字的人, 写毛笔字的道横颇深, 陈书记, 这是老赵书记提的, 前政法委书记赵玲, 陈正民给陈兴介绍道, 哦, 这字写得不错, 陈兴笑着点头, 人民公安为人民, 完成写出了那个意境, 赵老书记的毛笔字, 那是大家公认得好的, 每年求字的人可多了去, 陈正民笑了起来, 看向一旁的吴宁, 又是笑道, 陈书记, 您可能有所不知吧, 咱们这望山市政坛, 要说毛笔字写得好的, 还有一个, 那就是吴秘书长, 他和老赵书记, 可是公认的, 咱们望山政坛的毛笔双绝, 那一首毛笔字, 人人叫好, 哦, 是吗? 陈兴听到陈正民的话, 转头看着吴宁, 笑道, 吴秘书长, 可没听说过, 你有一首绝佳的毛笔字, 要不现场, 给我们展示展示, 陈书记, 都是外人乱传的, 没那回事, 吴宁笑着白手, 神态谦虚, 吴秘书长, 你这话可不能这样说, 你和老赵书记, 被并称为咱们市里的毛笔双绝, 你说别人乱传的, 那不也是说老赵书记的毛笔浪得虚名吗? 你可得把这话收回去。 陈正民笑着打趣着吴宁, 吴秘书长, 我看你就别谦虚了, 写得一首好字就是一首好字, 你要说没有, 我们的字可就是狗牌一样的了。 吴秘书长, 大家都说你字漂亮, 要不您和陈书记还有正民书记 一起给我们局里留下一幅墨宝。 常盛军这时候, 也笑着凑取道, 他有陈兴的支持没错, 但同其他领导搞好关系 无疑是错不了的, 如今的他, 更需要和领导们搞好关系, 吴宁也好, 陈正民也好, 都是市委常委, 若能取得他们的好感, 那字是再好不过。 我字不行, 就不出来献丑了, 吴秘书长跟正民, 你们两人倒是可以一起写写。 陈兴笑道, 不不, 我也不行, 陈书记, 您让我和吴秘书长一起写, 那不是直接让我丢人吗? 我的字和吴秘书长的字并排一放, 那就是大学生跟小学生的字。 陈正民连连摇头, 笑道, 吴秘书长, 你写吧, 人家圣军同志都开口了, 你要是不留下一幅墨宝, 那可就说不过去了。 正民书记, 我看你今天是故意要把我架到火山烤哟。 吴宁摇头笑了起来, 瞥了陈兴一眼, 并没有真正答应下来, 提自这种事, 那也是最大的领导来提, 有陈兴在场呢? 哪里轮到他, 这个秘书长出风头, 在领导面前, 吴宁比谁都知道藏桌的道理。 陈兴笑了笑, 吴宁朝他看了一眼, 陈兴就明白对方的意思, 对吴宁表现出来的这份心思。 陈兴心里倒也舒坦, 嘴上笑道, 吴秘书长, 你就别推脱了, 圣军同志既然开口了, 你就写几个字。 这会, 公安局内早已经有眼力尽的人, 将文房四宝给捧了上来, 在桌子上摆好, 连纸都已经帮吴宁铺开。 吴宁此时也没再坚持拒绝, 陈兴多开口了, 那他写两字倒也没什么了。 边上有人言没, 吴宁挽着袖子, 提着毛笔字沉思了一会, 便写下了八个大字, 情荣百姓, 法润千家。 陈兴和陈正民, 长盛军等人在一旁观赏着, 一直到吴宁落笔前, 众人都摒弃名神, 生怕打扰到吴宁, 直至吴宁落笔, 陈兴才率先鼓起掌, 赞叹道, 吴秘书长, 刚才郑民同志说你是谦虚, 我看就是谦虚, 这一首字, 已经有大家风范了。 别, 陈书记您这么说我可承受不起, 真正大家两字, 可不是我这种半吊子水平能够比你的, 我也就是在你们面前献丑罢了。 吴宁笑道, 吴秘书长了, 字也都写了, 你就别谦虚了。 陈正民微微一笑, 他毛笔字水平不行, 却不妨碍他观赏, 看着吴宁的字, 看得津津有味, 他家里就挂着一幅赵灵血的满江红, 就挂在客厅的正墙上, 足见喜爱。 的确是没必要谦虚, 字好不好, 大家眼睛都擦亮着不是。 陈兴笑了起来, 盯着吴宁的字看着, 心里琢磨着, 自己以后是不是也该在毛笔字上下下功夫, 修身养性也不错吗? 心里头兴起这种想法, 陈兴正要一开目光, 眼神却像是恍惚了一下, 微微正主, 目光再次落回到那八个字上, 一撇一画之间, 那神韵, 怎么看着有些眼熟? 吴秘书长, 这八个字写得好, 回头我得让人表起来, 也挂在这模范影响, 展览室里。 常盛君这时候笑道, 众人都在争相说着吴宁的字好看, 陈兴此刻反而是轻拧着眉头, 看着吴宁的字若有所思, 昨晚那封信, 他就贴身放着, 若不是现场有这么些人, 陈兴都已经忍不住要拿出来对比一下了, 隐隐感觉有相似之处。 陈书记, 怎么了? 吴宁看了陈兴一眼, 突然问道, 没什么, 就是觉得你这字呀, 真心好看, 我刚都在想, 是不是该找你拜师, 好好练习下这毛笔字。 陈兴笑了笑, 陈书记真要拜师, 可不能找我这种半调子水平的, 得去找那种真正的大家。 吴宁摇头笑道, 陈兴笑着没说话, 凝望了吴宁一眼, 不动声色地收回目光。 南州市市纪大道, 这里是省政府所在地, 在世纪大道, 省政府大院无疑也是标志性建筑之一。 张飞的妻子蒋华带着儿子从一辆车上下来, 随后下来的还有他的公公婆婆, 父母亲, 以及两边的一些亲戚, 二十几口人浩浩荡荡地向省政府大门口走去。 张飞的后事还没处理完, 尸体仍然在殡仪馆里冰冻着, 他们是来向省里讨公道的, 常盛军这样的人为何还能当领导? 若不给个说法, 张飞的尸体就不下葬, 蒋华他们此行千里迢迢地从望山赶过来, 已经决定要效仿上次那些来省里抗议的拆迁户一般, 在省政府大门口坐着, 让省里的领导重视。 天上的太阳高悬着, 被云彩遮住了一大半, 只露出了半个小脸来, 天, 其实是有些昏沉的, 偶尔照射的阳光, 驱散不了这略有些阴凉的天气, 深秋时节, 南州也已经多了几分凉意, 远方的一大片乌云正慢慢聚集着, 似乎正昭示着阴天的到来。 在公安局最后参观完市局指挥中心后, 接下来是在公安局会议室听取了公安局领导班子的工作汇报, 会议由政法委书记陈正民主持, 常盛军同志代表公安局党委, 汇报了全市公安工作的有关情况。 陈兴听取着常盛军的汇报, 心里却是有些心不在焉, 脑海中不时浮现起刚才无名的那幅字, 此刻有种迫切的将怀中信封的字拿出来, 仔细对比一番的冲动。 黄江华坐在角落上, 手机突然震动了起来, 黄江华微微一愣, 赶忙走到外面去接, 陈兴有两部手机, 一部是工作手机, 在其手上, 私人手机则是陈兴自个带着, 此刻是在他手上的这部工作手机来电话了, 看了下号码开头, 是省府机关的内线电话, 黄江华不敢怠慢。 在外头接完电话, 黄江华便急匆匆地走进会议室, 将电话拿给陈兴, 书记, 省政府的电话。 陈兴神色一正, 轻点着头, 是以其他人继续开会, 起身往外走。 电话是省政府秘书长廖泉进打过来的, 陈兴接过电话, 事先从黄江华口里知道是谁打来, 陈兴开口便道, 廖秘书长。 陈兴同志, 你们望山是怎么回事, 前阵子才发生到省政府门前进做抗议的事, 今天又再次上演类似的事件, 你们望山的人是把省政府当成菜市场不成。 宝来省长很生气, 委托我打这电话, 要问你们一句, 你们望山市委市政府的工作是怎么做的? 电话那头, 廖泉进声音肃然。 陈兴听到廖泉进的话, 脑袋嗡的一下, 又发生类似的事件。 廖秘书长, 怎么回事? 陈兴沉声道, 脸色也凝重了起来。 刚刚二十多号人在省政府大门前坐着, 一问又是来自你们望山的, 连横幅都打上了。 什么公安局长欺压良善? 陈兴同志, 我说你们这望山市的老百姓到底是怎么了? 到你们市委市政府去反应问题就不能解决吗? 专门爱跑到省府大门前来闹吗? 廖泉进声音有所缓和, 刚刚是代表顺宝来, 这会出自他个人的问话。 廖泉进并没有刻意表现出, 针对陈兴什么, 尽管他心里并不洗这个南海省最年轻的地势一把手。 廖秘书长, 现在那些人呢? 陈兴眉头紧皱, 跟长盛军的事情有关。 陈兴心里蒙上了一层阴影, 已经有了不祥的预感。 暂时让公安局的人请走了, 你们望山市也尽快派人来将这些人接走。 廖泉进说着, 诱导, 还有, 这些访民所反应的是, 希望你们市里能够重视。 宝来省长现在正在气头上, 也对这事很关注, 我了解了一下。 那位长盛军是刚掉到望山没几天吧? 看看这两天铺天盖地的舆论, 还有今天访民的事。 陈兴同志, 常盛军既然还没走完任命程序, 我认为, 对其的任命问题应该在权衡一二。 当然, 这是我的个人看法, 这属于你们市里的工作, 我无权过问。 廖秘书长的意见, 我们会慎重考虑。 陈兴平静地回应着, 脸上的表情反映了他此刻的心情。 昨天就担心常盛军这时, 在人大会议召开之前, 还会再出什么幺蛾子。 没想到, 担心会变成了现实, 而且远超乎他的想象。 那些访民, 你们尽快安排人来带回去。 廖全静最后说着, 零挂掉电话前, 嘴上还嘀咕着什么话。 陈兴拿着手机没说话, 廖全静嘀咕什么话他没听到, 但想来也不会是好话。 站在原地沉默了一会, 陈兴将手机递给黄江华, 这才又走进了会议室, 会议仍在继续。 长盛军依然在汇报着工作, 陈兴出去时, 长盛军的手机其实也响了两次, 在口袋里震动了起来, 长盛军正在汇报工作, 也没去理会, 更没拿起来看过。 只是陈兴也才刚坐下的功夫, 周怀就急匆匆地从会议室外走了进来, 歉意地朝其他领导笑笑, 周怀这回顾不得别的, 匆忙走到长盛军身旁, 低声说了几句。 长盛军神色一变, 一下站了起来, 看向了陈兴, 正好迎上陈兴的眼神, 长盛军还没说什么, 陈兴就已经先开口, 是访您的事吗? 是, 省听来的电话。 长盛军点了点头, 老领导吴汉生亲自给他打的电话, 长盛军能听出吴汉生话里的恼怒, 罕见地批评了他, 这也让长盛军神经都紧绷了起来。 嗯, 这是你快去处理吧。 陈兴轻点着头, 长盛军不说这事, 他也要打断长盛军的汇报了, 出了这档子时, 这会, 他又哪里会有心思听长盛军的汇报, 再说, 今天到市局来, 本来也就是走个过场, 最主要的是要对外释放他支持长盛军的信号。 长盛军匆忙走了出去, 汇报工作也自然终止, 在长盛军往外走时, 杨洪超嘴角微微露出一些笑意, 只是很快就消失不见, 朝陈兴几人点了下头, 也跟着走了出去。 陈书记, 发生什么事? 吴明疑惑地转头, 问了陈兴一句。 市里又有人到省政府大门前去静坐了。 陈兴脸色难看地说了一句, 这种是说大不大说小不小, 但可以说是对望山的形象有影响, 也会让省里领导对望山产生看法, 作为一把手, 陈兴脸上无光。 又有人去。 吴明眼里闪过一丝惊讶, 那些拆迁户的事都已经平息了, 这次又有人去。 陈正民在一旁也听到了陈兴的话, 眉头轻皱了一下, 神色同样是有些震惊, 他和张立行等人算不得疏远, 多少有些来往吧, 只是没像黄有良那般走得那样劲罢了。 就成改造项目拆迁的事, 他比吴宁了解的更多, 也隐约知道张立行他们是怎样将这事压下去的, 只不过他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装不知道罢了。 那些拆迁户都已经被张立行他们收拾得服服帖帖了, 现在又会有谁跑到省里去抗议。 会议因为这起突发事件而终止, 常盛军在安排好人手后, 同陈兴汇报了一声, 打算亲自到省里去, 陈兴对此也赞成, 常盛军亲自去走一趟也好, 吴汉生或许也要见一见常盛军。 常盛军离去, 陈兴一行也返回市委, 陈正明回政法委去。 临上车前, 陈正明回头看了一眼在后头站着的公安局副局长冯成锋, 若有所思, 他知道冯成锋是张立行那个小圈子里的人, 对方也许知道些什么, 这会陈正明并没表现出什么, 上车离开。 车上, 陈兴想着常盛军的事, 心情并不轻松, 要全进的电话, 有一部分是其个人的意思, 但其中也有一些是代表顺宝来的意思, 顺宝来也许不会直接过问到常盛军的人士任命, 但此事让他不满是肯定的, 光凭这点, 已经让陈兴感受到了压力。 书记, 到底是谁到省政府去闹了? 黄江华此刻也忍不住问了一句, 是那民警张飞的家属, 到省里声讨常盛军去了。 陈兴皱着眉头, 现在才有空子溪想着这事, 陈兴感觉哪里有些不对劲。 虽然廖全进不是说得很详细, 但大概总是有描述清楚的。 张飞的家属, 竟然还会打着横幅去抗议常盛军。 张飞是在家里跳楼的, 作为家属, 他们应该比谁都知道其中的情况。 书记, 这两天长局长的事本来就有些反常, 那张飞家属跑到省里去, 会不会是背后又有人在操纵。 黄江华突然说道, 也许吧。 陈兴点了下头, 刚才的一瞬间, 他也突然想到这个可能, 但这一切都只是猜测, 还得等长盛军从省里将人带回来, 然后再调查清楚。 对了, 等下回市委, 你先找几份吴秘书长签过的文件给我看一下。 陈兴说道, 吴秘书长签过的文件。 黄江华一愣, 有些不解地看了陈兴一眼。 怎么, 你刚才就没觉得吴秘书长的毛笔字, 跟那信纸上的字有点相似的神韵吗? 陈兴微微一笑, 再次从怀里摸出那随身带着的信封, 将信纸抽出来看着。 看了一会, 陈兴递给黄江华, 你再仔细看看。 黄江华接过来仔细看了一阵, 刚刚并没有太认真去打量吴宁毛笔字的他, 这回还真是看不出个所以然来, 睁着一双大眼睛瞅着, 最后还是摇头道, 书记, 我看不出来。 那可能你刚才没注意看他的字。 陈兴笑了笑, 等一下回去找几份吴秘书长签的文件拿来对比一下就知道。 嗯, 好。 黄江华点头道, 路上说着话, 一会的功夫便到了市委, 黄江华急匆匆地去办公厅找吴宁签字过的文件资料, 陈兴回到办公室后, 坐下来还是拿着手头的信纸看着, 正是因为从昨晚到现在他已经看了太多遍了。 这些字几乎已经是在他的脑海里,刚刚在看吴宁写的那几个毛笔字时,陈兴才会有所察觉。 门口有人轻敲着门, 陈兴抬头一看是今天新来的那个小姑娘,点了点头,请进。 林思雨走了进来,似乎感觉到陈兴的目光落到他身上,林思雨心头有些紧张,脸上尽量显得平静的他,其实没办法真的保持自然。 罗林之前再怎么教他,事到临头,林思雨还是发现没那么容易。